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呢是在美丽的杭州 我身后呢就是杭州的黄龙体育场 今天呢会在这里看一场中国足球的开年大戏 那就是中国超级杯的比赛 这阵的双方呢是上去年的联赛冠军武汉三镇和去年的足球杯冠军山东泰山 这座球场呢其实我还是比较熟悉 因为13年前的时候呢我曾经来这里看过一场中国队的比赛 当时呢也是中国队和叙利亚的比赛 那场比赛我记得应该是去平了 为什么又是叙利亚呢 我想可能一切都是明明注定吧 其实回想起十几年前我在这看球的经历 真的那个时候可能是太年轻了吧 真的是敢打敢冲 当时的我什么证件都没有我记得 然后就凭着一腔热血吧 记得我就冲到了球员的技补席 然后最后还进了新闻发布厅 今天呢我觉得终于再不用担心了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然后去那场看球员的训练 包括最后进新闻发布厅了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成长吧 你这样子让我们感觉到压力好大 又帅又会来事情的 没问题没问题 在比赛之前我在场外遇到两位泰山的球迷 然后喊他今天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对泰山队的一些比赛赛前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泰山队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我们都是山东人 山东也欢迎大家都来山东玩 好可山东欢迎你 OK呢我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体育场的内局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 左手边的地方呢就是武汉三圈的球迷 他们呢已经早早的来到现场 然后呢我的右前方呢就是泰山队的球迷 他们也早早的进场之后呢 把他们的旗子挂在了体育场的边上 待会比赛开始之后呢 两队的球迷就开始纷纷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了 再一次擦进体育场 我觉得我的心情已经就是热血澎湃 目前呢应该是教练员和部分球员已经入场了 我刚才看到了费南多 我看到了费南多 我跟他打招呼 他以后 如果镜头照到我的话 我就跟这个座椅拥抱吧 马宁在吹哨 今天主裁判 哇 这是个单车汤的 比赛进行到十分钟的时候武汉三镇呢率先了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啊 接下来泰山队的开始要想办法进球了 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呢 然后比分呢是定格在了1比0 总的来说呢上半场的武汉三镇的进攻呢打得要更好一点 然后呢 维士豪呢 呃在边路的突破是非常的犀利啊 呃接下来呢又到了最精彩的中场环节预测的 我觉得呢 嗯 武汉三镇可能夺得本次超级杯的 概率要大一些啊 进球队员三十号谢恒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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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波啊 中文波送完 哇 刚才呢 守门员把他的衣服呢 拿给甩给了一个球迷啊 现在现场的球迷呢 正在问球员们 韩世豪要衣服啊 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们 韩世豪 韩哥 球衣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呢 中国足球目前处于一个至暗的时刻 但是呢 今天的现场依旧来了 两万六千多名的观众 我相信有了球迷的陪伴 中国足球呢 也会越来越好 在现场呢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细节上的改善 包括整座球场的转播效果 然后另外是低级和球迷的互动 包括整个现在球场的一周 大家可以看到LED屏 也是和世界杯赛场的接轨 包括赛场两边的大屏幕 的电视转播 还有VR的回放 整个让球迷感觉到还是非常的暖心 下周呢 中超联赛就要开始了 希望球迷们能够穿上自己主队的球衣 然后走进赛场支持我们的中超联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你能够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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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